进入丽丘之后,也就代表着进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,在这个节气中,即使是属热的现象还没有走远,人们就已经开始贴丘标的行动,大多数的家庭在各种美美食家药面前,首选的是肉类,不仅要把夏天没吃够的食物给补回来,同时,还要为寒冷的冬天做好准备,但这个时候往往也是各种疾病高发的阶段。 熟心血管疾病,糖尿病等,特别是对于糖尿病人群,如果你想在这个节气控制好血糖的话,就要注意以下这三点,糖尿病人群别随意贴丘标,让血糖水平波动。 虽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在这个节气当中,就是贴丘标的好时候,但对于血糖水平高以及糖尿病的人群来说,最好别跟别人一样,去盲目贴丘标。 这样反而会因为饮食的关系,既不利于体重的控制,还会升高血糖水平,增加糖尿病病发症的发生危险。 更多注意的是,饮食的均衡,别让大量的肉类,代替你每天饮食的大部分。 并且,还需控制主食食用的种类。 最好的健康方式是,不管是对于患有糖尿病的人群也好,还是对于身体健康的人群来说,在每天主食选择上多注意处粮的搭配,不需要太多能添加到三分之一即可。 如果是吃肉的话,糖尿病人群也尽量去选择脂肪含量,比较少计优质的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材。 如去皮的鸡肉,鱼肉,精瘦的牛肉等,这种要比吃肥肉相见的肉要好很多,从而最大程度的保护身体健康,稳定血糖值。 糖尿病人群别随意抓脑皮肤,让血糖水平波动。 很多人在这里不理解,为什么抓脑皮肤跟血糖波动有关系? 因为修建净后特点的原因,空气会逐渐变得干燥起来。 这时候血糖控制不是很稳定的糖尿病人群,就容易对血管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,进而诱发皮肤干燥、臊痒等情况。 在秋天这种现象更是普遍,这就需要糖尿病人群别随意的抓脑皮肤,让皮肤保持湿润的状态。 这样做的目的可以避免皮肤感染的机会,对于病情有非常积极的作用。 糖尿病人群运动量小,让血糖水平波动。 天气热人们不爱运动,到了秋天温度比较适中的时候,就别再找借口不去运动了。 尤其是对于糖尿病患者,每天进行中度的有氧运动,或者是用一些无氧的运动,都可以更好地控制血糖,以及避免体重的上升。 相反,运动量不够,以至于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能够消耗掉,反而会造成脂肪在体内堆积的现象,变得越来越严重时,血糖水平也就不容易控制住了。 这个节气里你会吃铁球雕吗?会做哪些养生的事呢? 不妨在中留言,分享给我们的营养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